台湾去年最央的戏剧花甲南海转大人 获得东京戏剧奖海外作品特别奖 导演曲友宁以及女主角严正兰 10月25号特别来日本出席颁奖 其实我们所有人大概都在外面工作 有的时候一年才回去一次 那有时候回去的时候 通常是遇到家里葬礼或者是喜宴的时候 那我觉得这个家庭情感的维系 其实特别不容易 也希望透过这个系列让大家回头想想 其实家是你最大的避风港 而且它并且支持你往前进的动力 所以有事没事大家要打个电话回家 今年获奖日剧的特点 是不看收视率 而是话题性跟题词的突破 所以生意剧大叔的爱 虽然首播收视率是2.9 但是在网络和海外兴起序第2 男主角田中归以及男配角吉田钢太郎 成为媒体采访的热门对象 一羽的数字是2.9%出现 第二羽的数字是2.9%出现 第二羽的数字是非常不良的 并想像是一样的 監督和装作者也非常押忽地 说我对不起来 说我对不起来 但我本身的数字是非常不错的 一羽的数字是非常有趣 我认得很不適的情感 我把你最好感到的 自然的性格是很女性的 我认为直接有面的情感 我认为林健都和田中佳激都 我最初介绍的情感 我认为人的情感 我认为自己的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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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当妈妈的宫崎奎以完美身形献身领奖引起现场媒体唱白 另一部获四项大奖的Unnatural法医女王讲述法医破案故事 女主角石原李美必须改变她一项甜美的风格塑造冷静法医形象 女主角石原李美必须改变她一项甜美的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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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以为是一个很比较稍微严肃一点的那个酱 然后对然后但是你知道一个一个跑出来 而且我们在后台的时候其实宫崎奎的毛巢还没到 宫崎奎到了 但是那个钢甜就是那个 我的大叔 大叔的爱者那两位其实还没看到 所以当他们陆续出现的时候我们就很惊喜 她就说beautiful 然后我也跟她讲我有看她的戏 然后我也觉得她很可爱 然后其实对我来讲非常不可思议 刚刚的情景就从来没有想到过 原来拍花甲可以把我带到东京 上次还去两岸电影展 对 觉得很不可思议 然后看到东京的 其实媒体的文化跟明星的 就是特别比台湾都还要更亲切有理的状态 那当然我很希望在日本的更 popular的电视台能够播送 然后让其实我觉得只要是经历过比较早期家庭的哪里的观众 其实我相信他们都能够感受到这种大家庭 吵吵吵吵闹闹闹闹闹 最后又很爱在彼此的这样的一个故事 就像花角其實我們現在聽到 在不同的國家放映的過程中 其實都好像大家都蠻喜歡的 所以我對這件事情還是具有信心的 就是我想我們就持續做很好的作品 然後才能讓我們的作品更有機會 給更多人看到 這也是我們創作中最大的拯救感 日本這邊的合作 從以前的日本漫畫 合作劇集很強迴之戀 然後其實就一直有比較多在原創IP的合作 那我也跟福山雅治合作過 所以其實未來被海盜拍過 來日本拍其實很舒服 吃得好 然後他們對待照顧都很好 那我也很希望 我們有一天我們的劇組 我們的團隊也都能這麼的舒服 讓工作人過更好的生活 因為我外國外婆住在日本 然後我小時候其實也蠻常來東京的 然後那時候我其實曾經就幻想過 我想要加入早餐少女主 我有偷偷問日本這邊的製作人員說 以他這個長相在日本是漂亮的嗎 他們說非常漂亮 所以你應該要有信心 所以我日文要再更努力這樣 大叔大概是我今年就是唯一看的一部日劇 也是我公司的女同事們告訴我一定要看 然後看完之後我是一路笑到尾 然後就覺得他們怎麼可以用這麼夢幻跟甜甜的方式去拍BL劇 所以看完之後很喜歡 然後我覺得他們給講這個事情我也覺得很先進 像這麼輕巧可愛的東西沒想到他們會給他講 表示說他們對於講這件事情其實已經拋棄了 丟掉了很多的包袱 這就是真的給大家喜歡的對大家覺得好看的東西 小時候超哈日的狀態 我夢想小力巡可以嗎 小力巡可以啊 小力巡 我跟牧村拓哉 牧村拓哉 別人就很像 今年金鐘獎的時候 不是有評審說盧廣仲的演技像牧村拓哉嗎 所以如果有機會能夠讓盧廣仲跟牧村拓哉一起PK一個戲的話 應該會蠻有趣的 對所以人要做夢才會穩大 所以我想我可以帶著這個夢去好好地想想有沒有什麼可以適合的東西